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华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节目 过去这十年两岸经贸究竟有哪些变化呢 那么台湾的经济发展又有哪些改变 至于中国大陆呢 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有这些提问呢 因为角逐明年总统大位的两组候选人 抛出重启2013年两岸签署的FACFA 因为当时在立法院表决没有通过 还引发了太阳花学运 当然这些年轻世代呢是持反对态度 有些是着眼经济面 有的是质疑国会表决程序的问题 而今天我们回顾过去这一段 其实同时也要特别来前瞻台湾经济的未来 究竟是不是需要FACFA 如果再恢复商谈要纳入哪些考量 尤其我们知道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中国大陆对台湾展开贸易壁垒调查也更扬言 依据有关规定研究中止 或部分中止FACFA的关税优惠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中央大学经济学习教授 邱俊荣来解析探讨 欢迎邱教授您好 历琪好 大家好 我想我们先看一些数据 如果就经贸统计数据显示 这被外界指出 能不能够降低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的益存度 分散风险 不过整体来看这几年 下降是有不过好像是比较有限 如果我们来看2022年 我们对中国大陆出口额达到1857亿美元 但是如果再细看FACFA商品总额 大概就是206亿美元是不多的 当然这个面向是朝向 等一下我们可能会探讨 如果FACFA遭到中止会怎么样 不过就整个来看的话 这几年对中国大陆的出口贸易这个部分 还是蛮高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其实这几年相对于之前来讲 我们对中国大家喜欢讲的所谓贸易的益存度 事实上是有稍微降低了 那当然几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就是实质上 就是台湾的经贸真的是在分散风险了 那我们过去对中国的投资 有很多事实上是所谓的投资带动的贸易 那所以我们看起来出口很多 很多是台湾的上游厂商中游厂商 把他们的半成品零组件 出口给台湾在中国的这些下游厂商 那这个就是所谓投资带动的贸易 那这种贸易呢 其实随着台商转移生产基地 到其他地方 比如说到越南到泰国到印度去 这一类的贸易其实是慢慢在减少当中的 那当然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因为中国的现在的经济的状况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所以大家看到整个中国 几乎是失去出口动能 那台湾跟中国的贸易 其实很大一部分是中间材的贸易 所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们把我们的中商游出口到中国去 做三角贸易 他们生产完了以后 再出口到欧美市场 但是你看他现在出口动能 这么差 当然对上游零组件的这个需求 相对来讲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们以中国作为最终产品的市场 当然这个部分其实就是 我们的中间材的出口就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对中国大概将近80%的贸易 其实基本上是中间材的出口 好 但是现在剩下的问题 就是你姐讲的 我们做了这么多分散风险的这个努力 包含新南向 包含后来跟欧洲 美国 日本发展更好的关系 所以表示我们还是有一些特定的产业 镶嵌在这个中国供应链下面 还蛮深的 几乎不太容易离开 所以这个部分大概就会变成一个 比较恒常性的问题 那但是风险性也高 因为中国的经济状况 的确是近几十年来大概是一个最糟糕的情况 而且大家看不到它好转的迹象 结构性的这个往下崩落 所以这是我们面对中国经济的时候 还是要非常谨慎面对的课题 这现在的角度来讲 那么总的来看 或许在过去这几年 中国大陆经济发展还算不错 所以也会有点所谓的磁吸消息 还有中坚财老师刚刚提到 就八成出口 就有些不是很快的 就能够移转 这个供应链或生产端这个部分 那我们的新南向政策 去年贸易总额大概是1800亿美元 出口也有969亿美元数字 是有成长的 那当时就中国大陆产业结构调整了 服务贸易对台湾的吸纳 因为两方愿意谈 到底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如果我们暂时不管政治的原因 中国经济最好的时候 大概就是在2010年左右 特别是金融海啸退去 全世界最早复苏的国家就是中国 那时候它的出口超越德国 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它的经济规模超越日本 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都是在2010到2012 金融海啸退去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所以那时候全世界当然对中国充满了想象 常见的猜测就是 中国经济什么时候会超过美国 变成最大的经济体 那这种猜测在那个时候 此起彼落 当然到现在几乎 大家已经觉得这个可能性 降得非常非常低了 那当然在那时候 对台湾来讲 特别是又经历了 这个金融海啸的冲击 所以跟全世界一样 对中国市场 就充满了想象 觉得它是一个 有无穷潜力的市场 好像遍地黄金 那只要我们跟它搭上线以后 无论是我们的商品卖过去 或是我们的服务业到中国去 看起来很容易就可以赚到很多的钱 那所以在那个氛围之下 再加上对于政治的敏感度 风险的这个敏感度没有那么的高 所以那时候大家就急着想要过去 特别是金融业 但是后来的发展 就是急转直下 就像我们刚刚讲 所以中国的发展 其实并没有像 当初大家想象的这么美好 反而是过去这十年来 是急速的下坠 所以今天大家再回头想要谈 跟中国经济连结这个事情 其实我自己心里是觉得 非常非常纳闷的 就是说在那个时候 它无论怎么样 它还是有一个漂亮的外衣存在 让我们觉得说 它是一个有机会的市场 但是现在它现在基本上 中国是一个 可能大家想要去解救的市场 想要跟中国来做深化 这个经贸的连结 那我就觉得这个时机点 或是它背后的想象动机 就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纳闷 无论是要重启以福茂的谈判 整个ECFA的这个谈判 可能我们得先问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希望做这件事情的 想象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想有个角度也想请教老师 就是说虽然ECFA没有通过这个决议来实施 不过中国大陆这几年倒是 推出所谓的会台措施 是不是有多少纳入一些相关的项目 其实中国大陆并没有放弃 两岸的经贸这方面的合作发展 当然是 那会台的项目当然就是比较多是在服务业方面的 比如说包含的台湾到中国的经商便利度 青年人的就业等等 那这个部分其实严格来讲 它比较不像是经贸协议的一种方式 或者是像类似这种东西 大概其实是到比较深层的经贸协议 才会讨论到这种人的移动 给的福利等等 但是某种程度我们也可以看到 早年的这个政策 即使中国没有很多的会台政策 如果大家还有点印象的话 有一段时间大概也是在10年到12年左右 那时候到北京面书 比如说到清华到北大 那时候是很多台湾优秀高中毕业生的选择 他们不愿意到美国去 不要到欧洲去 宁愿到中国去 但是过了10年 并没有人再禁止这件事情 现在几乎没有高中学生会选择 特别是优秀的高中毕业生 会选择到中国去面书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整个外在环境的变化 说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快 中国所谓的各式各样的会台措施 往往抵不过一些小事件 比如说对你的言论的控制 人身安全的威胁等等 所以无论是青年学子 或者是想要到那边经商就业的人来讲 到最后它的吸引力其实是不大的 这我们之前做过好多的讨论 当初大家还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 但现在几乎是不用研究 因为现实的状况就是 这些会台措施几乎对台湾人来讲 几乎毫无吸引力 完全没有达到它的效果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 当初对中国的很多美好的想象 事实上是在现实上 其实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如果现在我们在跟中国 这个深化经贸的连结 这件事情来讲 其实从我刚刚举的例子 你就非常清楚地知道 它跟2010年左右的状况 我没有很担心的事情是这样 我今年去了韩国一趟 韩国经济现在非常非常的糟糕 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中韩FTA带来的这个凡效果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中韩FTA是2015年通过的 在那之前 特别是在2014年 我还记得地方选举的时候 大家还把这个议题拿来热炒了一般 而且甚至还有一些经济学者说 如果中韩签了FTA 台湾经济就核爆了 这经济就完蛋了 但是在2015年到现在 不到10年的时间 台湾的经济不太 整体表现比韩国好的很多 韩国现在的经济 面对最大的困难 就是两件事情 因为他们当初觉得 签了中韩FTA 可以掌握到的这个中国市场 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面板 大家都说 哇 中韩签了FTA 韩国的面板都可以卖到中国 那台湾面板也就完蛋了 现在之后的情况 大家也非常清楚 韩国的面板显示器 几乎要收起来了 它完全抵不过中国 包含京东方这些 新的面板厂的竞争 所以它当初想象 对在中国市场 会得到好处的这些 好的产业 甚至包含 你看现在它的晶片 几乎都没有办法 在中国市场赚到钱 更惨的是 它原本当初觉得 会受到伤害的 都发生了 就是传统产业 中国它有非常大量的中小企业 在传统产业里头 几乎现在它从中国的进口 几乎把韩国的中小企业 达到体股完股 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跟大家当初想象的 这个中美FTA的状况 差了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常讲这种经贸的连结 是有利有弊 大家往往已经看到了 是利的那个部分 对利的部分都觉得可以处理 透过补偿补贴 各种政府的协助 结果你看韩国的例子 就告诉你 它的情况是大到 几乎没有办法收拾的 那我们如果回来看看 台湾跟中国现在的状况 中国到底有哪一个市场 或是有哪一个产业 值得我们现在 用台湾的市场 去换那个商机呢 目前看起来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对 我们刚刚提到了 我们刚刚现在 对中国的出口 四分之三 五分之四 几乎都是中间产品 那你就必须要去看 它的最终产品的厂商 是不是有发展性 那如果它的最终产品的厂商 没有发展性 我们出口这些中间产品 其实某种程度 不但是受限于人 也受制于自己 为什么 因为出口中间产品 最大的困难就是 你只要一旦景气不好 订单不来 我们就完全无计可施 那对中国来讲 它其实它如果出口的是 最终产品 它有很多方法可以想 景气不好的 我可以低价促销 我可以转其他的市场等等 但是我们如果是 镶嵌在人家的供应链 而且生产的是 中上游的产品 一旦它不要你单纸 你就几乎完蛋了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早些年 我们跟中国经贸 往来还很密切的时候 那时候每年最盛大的事情 就是中国的面板女王 到台湾来采购 只要面板女王一来 我们这个经济就不错了 但现在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中国自己的面板 无论在量或纸上面 都已经提升上来了 所以当然很大一部分的功劳 是我们某种程度的技术外 当我们把我们在中国的对手 都扶植起来的时候 那大家非常明显的看到 我们自己的市场就丢掉了 那过去这个深度经贸连结 所带来的这个后果 如果大家愿意 个别产业一个一个仔细去看的话 就会发现其实 这个状况其实很不好的 我们的汽车产业 为什么我们现在 后来出口到中国的 都是中上游的产品 道理很简单 因为我们下游的很多的产业 都外移到中国去了 在当初外移草的时候 所以下游的产业都外移了 我们当然只剩下中上游 去供应这些下游的产商 那我们的汽车业到中国去 还不能独资经营 还得去跟他们的汽车业合资 合资到现在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台湾到中国投资的 汽车业的情况很好嘛 几乎是没有后续的发展了 所以就当初我们想象的 很好的市场 我们把中间产品出口过去 然后把最终产品到那边去生产 到最后的结果 我们可以这样说 倒是扶植了不少中国的企业 倒是让中国的企业 某种程度的回来威胁我们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现在中国的电动汽车发展起来了 非常好 几乎是中国现在少数可以算得出来 有前景的产业 当然它现在也遭受量产低价的袭击 变成滞销变成轻销了 但是你会看到过去我们对这些下游的汽车业者来讲 我们是最好的供应商 台湾的汽车零组件产业非常非常的强 但是现在随着这些汽车厂 它可能也要离开中国 到泰国到墨西哥去 那我们这个上游的供应厂商 就是我们刚刚第一段讨论的 我们已经镶嵌在这个汽车供应链下面了 那你现在如果不仅仅抓着它的话 可能你的供应链的低位 就会被它自己的企业抢走了 所以我们面对这种问题 可能就是得更深度的去想 那我们是要透过经贸 把这种镶嵌的关系 更深度的连接在那个地方 而无法脱身 还是说我们现在面对全世界 各种新产业可能的发展 应该把资源聚焦到发展更多 我们自主性更高的产业发展 我想这个选择有的时候 并没有那么困难 所以这个才是我刚刚想到的 就是说过去十年来 中国经济的高峰 大概就是在2010到2012那三年的时间 现在是它最谷底 甚至还不是谷底 还在往下坠落的时候 我真的完全很难想象说 在这个时间点来讨论 要跟中国做更深度的经贸连接 它的想象或是它的动机 它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讲 它应该不是一个优先或是好的选项 特别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不管政治风险 我们是学经济的 那在经济上的风险 中韩FTA的例子 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 我们有时候也不要被 这个选举的话语充分的头 也许平心静地想一想 到底现在这个市场有好到 是让我们要冒这么多的风险 来跟它做这个深度的连接吗 我觉得必须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非常谢谢中央大学经济学习教授 邱俊荣在我们节目的前半阶段 观察就是在中韩FTA 你看到韩国因为签了这样的中韩FTA 已经在产业蛮多受创的 给了我们一些参考跟提醒了 那不过就是中国大陆的经济 的确是2010年之后 如果看着经济数据成长 就是没有双位数的 产业结构调整 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会探讨 不过在这段期间 也有因为美中科技战 所以大概也对中国大陆的 经济产业的发展 有蛮大的冲击跟影响 但是在今天我们谈这个话题的时候 老师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提醒了 就是你也纳闷 为什么会重启FTA的一个商谈 好 如果真的明年之后 有可能会去思考这个方向 要特别去留意哪些面向 简单来讲是这样子 ECFA其实它整个包含的范围 当然很广也不是只有福贸 它至少是福贸易和货品贸易 那当然到目前为止 我们ECFA实际上在落实执行的 当然不包含整个货贸和福贸 其实因为根本还没有谈完 现在有的就是所谓的早收清单品 就是有少数的农业产品 还有绝大部分的包含我们的石化 钢铁汽车零堵件 总之中上有的这些产业 所以现在要重启的话 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印象 当初在谈福贸的时候 大家对质疑的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福贸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冲击 通常是立即明显的 因为它已经牵涉到了 包含人员的移动 企业的直接进驻 所以它通常是一个相对困难的事情 包含了国安的问题 商业机密 人身安全等等这些问题 一般来讲 通常服务贸易这件事情 在两个国家谈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 它的顺序通常是比较后面的 那就一般来讲 最容易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 一定是跟货品贸易有关的 特别是关税的减让 市场的准入 全世界大部分的FTA 不一定会谈到服务贸 但是一定是先谈货品贸易 因为它牵涉到的只有 简单的商品的进出口 对整个国家的利弊得势 冲击通常是比较小一点的 当初我们在谈服务 引起这么多争议的时候 其中一个争议就是 为什么简单的货贸 都谈不成的情况之下 要去谈一个可能带来冲击 很大的服务贸易协定 我也不晓得是不是 因为大家现在真的是议题太多了 没有办法细想 同样的问题现在还是存在 我们跟中国之间 如果真的要谈任何的贸易协定 为什么还是 大家急着要去谈服务贸易这件事情 把货品贸易这件事情都弃之不顾 反而谈ECFA的说 要上台面的是服务的问题 不是货贸的问题 这个也是在逻辑上 我觉得非常奇怪的是 就当初的疑虑 事实上现在是还在 那服务可以牵涉到的层面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广 而且全世界对服务贸易的限制 远比对商品贸易的限制 来得严格许多 因为譬如说美国它可以 开放很多很多的商品进口 只要不影响国安 但是譬如说它的密西西比河的航运 就是不能让外国人做的 譬如说加拿大 它甚至担心到电视广告 杂志广告 它必须限制外国广告的数量 因为它很怕文化侵略 所以每一个国家 即使不是基于政治的原因 基于文化 基于安全 各式各样的原因 对服务贸易 它那个限制是多如牛毛 无论在金融 航运 电信上面 它都有非常非常多 非常难谈的问题 所以大家就喜欢 把服务贸易这四个字 挂在嘴巴上 好像觉得非常简单 想一想 就是他们可能 就是来开个水饺店 开个礼法店 好像事情就结束了 那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 这服务贸易 它的范围 从金融 电信 航空 各式各样的 这个范围 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广 而且绝大部分 都是牵涉到 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们 对于服务贸易 这四个字 基本的定义和内容 大家都不太去深究的情况之下 然后每天就 在嘴巴上 喊说要重启服务 协议的谈牌 我觉得有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人民智商太低 就是我们就得想一想 是不是我们太懒惰了 都不愿意去想这些事情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如果真的要谈 货品贸易也许是应该要先考虑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看到 我刚刚举了中海FTA的例子 就是货品贸易 那如果我们先看看 很多人也许会甚至拿来说 现在如果跟中国关系不好的话 它甚至会中断我们的 现在ECFA享受的这些优惠 那这个听起来好像威胁性很好 但是我也要特别提到的是 我们好像也从来没有认真去检讨 ECFA早收清单这么多年下来 对我们的利弊得失 你算得出来的利益 大概很简单 就是我们节省了很多很多的关税 那所以如果ECFA被中止了 我们的关税优惠拿不到了 好痛 但是如果你愿意从比较结构性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的话 你也许就会想到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提到了台湾某种的经济结构 长期发展的弱点 就是因为我们的产业结构 都太集中在中上游产业 所以以至于我们没有很好的下游产业 来做一个长期发展的保护 而且中天才我们刚刚也聊过的 它受到很多的限制 你没有订单就没有办法发展 当我们把整个资源都集中在这些 中上游的产业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我们其实影响了很多产业的发展 现在的早说清单 几乎全部都是在巩固 我们的中间才的产业 好像刚刚讲的石化业 汽车零族舰 反之中上游 所以如果你从结构的角度来看 它反而是把我们的资源 锁在这些产业 没有办法往外拓展 去发展更好的 更健全的产业结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我们更要想一想 短期节省的关税 但是我们牺牲了 长期结构调整的机会 到底是一件力大的事 还是必大的事 我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 恐怕是一件不太划算的事情 好 我们真的不能够再懒惰 一定要认真了解 刚刚教授也已经点到了 如果说中国大陆 对台湾的贸易壁垒调查 结果是可能会部分终止 或全部终止 这个关税优惠 那当然我们的经济部这边 也做了细部的研究 也提出了 刚刚老师所提到的 石化机械跟纺织等等 都可能会受创了 当然政府也会严理一些应用措施 协助怎么样来转型 跟分散市场 分散风险 所以当我们在谈美中科技战 有美中经济要不要脱钩的问题 但现在美国还有欧洲 最近我们看到比较多是 就是去风险 我们如果这个概念套在两岸的经贸 去风险 刚刚老师已经提到 要留意它的风险 可以怎么做 在过去节目当中 也跟老师有提到 台美之间经贸的谈判的 进展 我们可以去着眼 美国的最终的消费品的市场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 可以努力的方向 当然是 而且百分之百是 所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讲 全世界面对中国的威胁 都在去风险 那为什么要去风险 那到底很简单 因为它是不跟大家 玩公平贸易的一个国家 所以大家觉得 跟中国的经贸往来 甚至投资风险很大 所以才要去风险 其实去风险 已经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名词了 大家其实更早之前提到的 叫做脱钩 为什么呢 因为这么多年下来 特别是美国 它从中国2001年加入WTO之后 受到伤害实在是大到 它痛得不得了 那在这个过程监讨起来 就是在跟中国的贸易投资上面 就遇到太多太多不公平的待遇 现在欧洲国家也都发现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讲 也是另外一个我纳闷的事情 全世界现在努力想要跟中国的经贸脱钩 或者是去风险化 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市场 我常讲这是英国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是因为我们已经跟它 经贸往来连结的深了 所以我们不得不去 跟它维持一个好的关系 还是说我们面对一个全世界这么大的市场 我们仅仅要去抱住它 这个是我们要想清楚的 就是中国的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例 其实大概是不到10% 但是我们却有大概超过30%的贸易 要跟它往来 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的思考 是我们要努力降低那个30几% 还是我们要透过经贸往来 再把这30几%努力的提高 从经济结构来讲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我们现在跟中国的这个经贸连结 如果再跟深入提高的话 恐怕还是只会在中间财的供应上面 我们几乎没有办法 吃到中国市场的任何的好处 那反而只会让我们的这个经济结构 更落入过去所谓三角贸易这种 以中上游为主的这样的产业结构 那这个对我们整个产业来讲 即使就是只看结构 都是一个不健康的事情 更何况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是 发展很多新的科技 新的智慧应用的形态 我们现在大家应该要着眼的 当然就是全球市场 那现在大家都很清楚 过去这两年全球的经贸 其实是在二分的 就包含了美国 他提的印太经济架构 我们就常常把它叫做 它是经济的北约 过去是军事上 政治上东西分立 将来其实就是在经贸上 东西也在慢慢开始分离了 那这个时候就让我们想一想了 那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 有大概将近90%的市场 那我们不去看它吗 还要把我们这个有限的资源 集中在跟中国连结 然后看那个10%的中国市场 而且通常这个市场 可能是一个相对高风险 那不讲究游戏规则 随时可能带来威胁的 这样的一个市场吗 很简单的理性选择 即使退万步想 中国即使是一个健康的国家 守规矩的国家 正常的国家 那我们跟它的经贸往来的比例 事实上也过高了 我们早年对美国出口 在我们的出口占40%的时候 那时候的政府就已经觉得 集中化的风险太高 美国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是一个市场大的国家 我们尚且有这样的担忧 那现在回过头来 我们有将近四成 对中国的出口 那我们难不成完全不用担忧 然后觉得它是一个好的事情 然后可以透过经贸 再深度的跟这个市场连结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许应该从更上位的 更全面来思考这件事情 就像刚刚丽姐讲的 台湾现在经济 有几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就包含了 我们过去 对中国以外的市场 实在是了解太少 所以完全没有布局 这个最终产品市场 所以以至于好赚的最终产品市场 完全都拱手让给其他人 那我们有机会重新回到全世界 最好最大的这个最终产品市场 我们有机会直接连接消费者 掌握这个最终产品的市场 最终产品它的这个利润率是高的 是有机会做品牌的 那我们如果掌握了美国最终产品的好市场 对我们整个经济结构的转型 是非常有帮助的 反而是我们应该要避免的是走入这个过去的死胡同 让我们的这个产业结构调整的脚步 几乎是没有办法调整 甚至很讲话的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反而是我们在思考跟全球经贸往来的时候 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 而不是只看我节省了多少的关税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短的问题 也比较窄话一点 我们要全方会更高的格局来看这个问题 不管是美中科技站 还有中国大陆自己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 中国大陆经济下行是不争的事实 台场转向东南亚或印度 建立新供应链也让我们看到了 那中国大陆的外资呢 一年来流出的相当多 自己针对总统候选人提出重启 这两岸在2013年签署了这个ECFA 那么对台湾究竟有何利弊 我们要往前看 怎么样从我们台湾经贸发展的方向来思考 非常感谢中央大学经济学习教授邱俊荣 观察解析还有提醒我们非常谢谢教授 谢谢您 好 谢谢大家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安局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华丽节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